LEO 了世紀 天靈中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 NYN70 戰隊 對上 TAG 戰隊 這個戰隊是瑞士戰隊 這個是 TAG 台灣戰隊 這兩場的對決 應該是三場 他們總共打三場的樣子 我們就來看一下 3v3的遊牧系列對決 來看一下這張地圖 是非洲林地空地 那這張地圖的開局方式也是遊牧 稍微解說一下這張地圖的特性 這張地圖特性一定要在這個湖開局 那你在這湖開局之外 也不能離外面的大量墓區太遠 會讓你造成你會有法夢的困難 當然我們這裡看到 西貨就在中間開局 天園開局 OK 直接來個圍棋的天園 不得了 那大部分的玩家 還是會以戰場的湖呢 旁邊開局 這個是誰啊 第40 這麼爽啊 兩坨湖吃到爽 然後旁邊就是牧區 還有犀牛金礦 這附近什麼都有 好 那這張地圖呢 因為是遊牧開局的形式 所以每個人的弱點都不太一樣 那這張開局方式 大家的弱點好像差不多 就只有克勞德 離隊友比較遠 好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我文明的部分 先來介紹一下瑞士戰隊 瑞士也是國際戰隊 非常多不同一個國際的人 是這個戰隊的人 先來介紹一下瑪扎爾人 瑪扎爾人的特色是開局時 封建時代開始會獲得免費的斷教技術 到地獄時代也可以獲得免費的三攻二攻 瑪扎爾人的後期主要是打瑪扎爾標騎兵 大肉馬還有這個 反驅攻馬攻也是他的特色 再來以團戰的特色來說 他會比較偏向於在城堡時代或封建時代 迅速打架 不太會有那種開農的情況出現 但是到了後期 真的非常非常大後期 還可以轉出馬攻進行應對 而且後期的瑪扎爾標騎兵 打對方攻城器相當好用 因為後期的大戰 大部分有很多投石測火炮巨頭 所以瑪扎爾標騎兵在後期解攻城器的效果 是非常優秀的 接下來介紹一下 伊索比亞人 伊索比亞人他的攻兵射擊速度 是有新冰最快的 就是他的CD時間 就是一直射一直爽的那種 瘋狂見語 就可以說是伊索比亞的代表詞 伊索比亞人的後期 還可以研發扭力彈射器 增加自己的投石機 還有這個火炮 弱點使得這個擴散範圍 讓他的火炮 變成波西米亞榴彈炮 這種感覺一樣 這個弱點非常廣泛 投石測也是非常廣裕 所以伊索比亞人的後期 也是非常強大的 攻城性非常強 中期也可以轉出大量萬道勇士 跟對方騎士 或是用萬道勇士偷對方村民 都是非常適合的 接下來介紹一下羅馬人 羅馬人在團戰表現 其實就沒有那麼亮眼了 因為他的軍團兵跟百夫爐 都是比較偏後期的兵種 除非羅馬人前期可以打一個封建裝甲 裝甲塔弓 或是直接升一個長劍兵 這個雙防壓制 可能會更亮眼一點 不然羅馬人的一個打法來說 他在前期的戰術方面 比較沒有那麼的有選的性 就只有一條路可以走 就是羅馬 裝甲塔 或是裝甲 鴨製 然後長劍兵 後期只能打百夫掌 毒砲 而且他也沒異端行說 所以他如果轉出大量百夫掌 被對方招覽也是蠻頭疼的 接下來介紹一下中國人 雖然中國人的開局優勢 村民術會多三村 但村民術實際領先 只有兩到一村 所以我們這裡看到 西里托是13村對上Z4015村 所以村民差距 並不會真的拉到三村 而是只有兩村或一村的差距而已 所以中國人的前期經濟優勢 比較需要去靠自己的經濟實力 領先這兩村的經濟實力去壓制敵 因為中國這個文明 他是科技方面是非常不齊全的 沒有火箱也沒有火炮 但是他有大衝車 所以這方面還不錯 但是他投石車也沒有重頭 所以跟薩拉森或義大利比起來 他真的是 不知道該怎麼講 但是他的優點是 戰毛兵還有輕騎兵 還有擊兵都可以升 步兵騎兵工兵都可以打 但是什麼都有 什麼都不搶 的一個文明 真的覺得中國這個文明 需要靜音官把他加強一下 我也是蠻希望中國可以加強一下的 最近玩他真的覺得 不太OK 真的不太OK 接下來介紹一下 伊索比亞 剛剛介紹過了 發現這一場 居然兩邊有撞文明的狀況 兩個都是馬扎爾跟伊索比亞 看來直接選手們都知道這張地圖 打什麼文明比較有優勢 那這邊就可以遇見 克勞德待會應該是會拍一堆肉馬 開始瘋狂亂撐 敵方的城鎮中心 那西托這邊也是馬扎爾 他在天原開局的優勢 就是可以更快速的 進行用肉馬 攻擊各處的敵人 這邊有 用羊去探路 探了這麼多路應該有察覺到 敵人在右邊這個位置 而且後方又是隊友 左半邊也沒有看到人的話 應該就在上方了 西托待會的目標就是這裡的方位 全部可以去探查一下 應該很快就可以找到敵人了 TAG這邊的打法 應該是跟 瑞士戰隊這邊差不多的 我想想 兩邊打的P數差不多 這邊點下封建是在 19P升 西托這邊差不多是19P 兩邊的P數差不多 馬扎爾的P數 這邊是關鍵 馬扎爾這邊是關鍵 OK 看一下馬扎爾這邊 先往右邊看 先走角路看起 這邊為什麼是很適合肉馬開局 稍微解釋一下 因為這個河畔呢 撈魚的時候 雖然撈魚速度是遊戲裡面最快的自然支援 但是他的確定就是不好防守 你就算蓋木槍喔 這個魚撈完了 你還是要到對面的撈 而且容易 會有這個村民卡住的問題 一定要用自己的槍斃去防守 不然自己也是轉出肉馬去抓對方 會比較好 Cloud這邊蓋房子蓋到下方 這邊吸頭去吃 哎唷 肉馬抓到挖黃劍 村民哇 偷織布是不是 哇 天空熊偷織布被制裁嗎 喔 他要直層 結果織布還來不及升級好 就被抓到一村 哇 第二村也被 砍到沒了 尷尬了 天空熊 聰明也在發呆 天空熊有點忙不過來 要再收掉一村了 天空熊 Holy shit 三村了天空熊 天天我的天我的天 羅馬這邊 果然是打了一個肉馬 而不是裝甲 所以我想說他裝甲在團戰的表現 也不是非常亮眼 打肉馬確實比裝甲好一點 高手就是高手 思維沒那麼固化 並不一定要打出他的文明特色 羅馬人轉肉馬也是OK的 OK 那克勞德這邊看一下 能不能拿出一些戰果 能不能想看起來 克勞德有點難打到東西 他的肉馬這時候出發 但對手已經大喊克砍了 下面天空熊又死了一村 我的天 天空熊這邊死傷非常慘重 而且這裡有很多聰明 一直在打架 一直沒在採資源喔 資源差距很快就被打出來了 這裡維加有點慢了一點 天空熊有點忽算了 忽錯了對方 升城堡升封建時代的時間嗎 維加看起來是偏慢了一些 好 這邊一直用聰明打架 而且丹尼爾的弓兵眼睛來了 現在三家都在天空熊這邊開Party 好 但是馬扎爾 好 過去幫忙囉 Z40一直在幫天空熊 但現在換變Z40被打了 哇 天空熊直接爆開 直接掃了一家 在一起就這麼慘 好 但克勞德也是很努力的 想要去進攻敵人 但好像有點太堅持打馬扎爾這邊了 看要不要往後繞 但後面已經插箭塔了 哇 看來瑞士國際戰隊這邊的防守 做得還蠻不錯的 Z40用超高穩定性 守住了自家領地 還派了一些漏碼去救天空熊 天空熊現在是這隊 TAG戰隊裡面最慘的玩家了 但是他職程成功了 順利開下了工程器製造所 當然現在開了工程器製造所 不管是出奴武炮或是投資車 都很容易被對方弱馬給抓掉的 那很有可能這邊出工程器製造所 只是單純要自保 可以讓自己抵抗對方工兵的一個能力而已 好 那這邊馬扎爾西托 直接在中間蓋了一根箭塔 五隻村民開始升差 箭塔再往裡面差一點 好 這邊直接對塔對起來 但工兵在射村民喔 在這邊蓋箭塔的村民很多 好 這邊四隻工兵一直射 但是好像射不了村民 村民血量還是很多 有一村要收掉了 迪斯林很努力蓋 13 OK 蓋好 這邊直接一個對塔 OK 又射掉了一村 還不錯 這邊村民 收到裡面 先射這隻沒有地方討的村民 好 看起來西托 已經把G4的經濟給控制住了 這裡木頭呢 可能要先挖一下這邊野外的喔 不然就是要到右邊偷偷挖一下 然後重新蓋一個伐木場 哇 G4直接手撕箭塔 西托沒有要解的意思嗎 OK 武器喔 看到的時候已經燒起來了 好 這邊用箭矢傷害 補齊了一些肉碼的傷害 哇 這邊西托肉碼大爆死 這一波D40 靠著一己之力 反推了回去 哇 D40 這一波打得很漂亮喔 OK 克朗德這邊也做了一些事情 抓到幾隻村民 還不錯 讓一守備亞這邊直接回救 哇 這裡又再抓一村 好 天空熊這邊直接3TC回農 聰明樹開始拉了回來 但聰明樹還是最落後的 27村 這邊轉出弩炮 手下弓箭手 D40 這邊是 做得非常好 真的是很厲害 D40現在是我覺得可能 是台灣裡面 最穩健的選手 然後天空熊是戰術偏多的選手 目前看起來D40喔 不管打什麼戰術喔 他都是 有自己的想法在 有自己的想法在之外呢 他的打法 還是都是偏穩健的 不會有太多奇怪的招式 就是他的招式喔 都是有一定的根據性 還有一些策略在的 並不是 喔我今天想怎麼打就怎麼打 會根據情況做出判斷的 而且遇到大軍壓近死喔 他也是相當冷靜的 這一點我是蠻看好祭司靈的 好上面羅馬 轉出了騎士跟弓兵 比索比亞的弓兵 要來直擊克朗德加里了 克朗德加里現在是有點糟糕的喔 沒有太多的 兵力可以擋這坨兵喔 這坨兵可能會直接讓他暴斃 但是他後面的羅馬還在做事啊 又抓掉了幾隻敵方單位 D40這裡直接被深入進來 但是羅馬一直在家裡防守 這裡又補了劍塔 劍塔一直步步防守往後推 對方的槍兵實在太多喔 千萬不能跟他打 這個 正面喔 果然又要拚正面了嗎 看一下這一波槍兵過來 要拿走了要拿走了 這個不拿走會被戳光 但這邊是想要掩護前方的劍塔蓋起來 但是下方羅馬在攻擊村民 Z40這裡有點小小的失誤 完了 這裡聰明可能會死很多 會被好劍塔蓋射喔 然後這個聰明又被肉馬砍爆 但是肉馬回救 聰明把這個劍塔蓋起來 只剩下五隻聰明活下來 順利收到劍塔裡面 OK 那如果這根劍塔建得好的話 那自己的農田喔 就不會再繼續被升入了 不幸中的大幸 那希托這邊繼續攻擊Z40 天空熊現在暫時沒有人要理 因為他們覺得天空熊是個死人阿 再繼續理他也沒意思 但殊不知天空熊現在村民反超 將要成為全場村民術最多的玩家了 但是天空熊沒有被打的意思 就代表說他的隊友會被扁 那天空熊這邊趕快挖石頭 要去插對方寶會比較好 直接進來 爆了 還好這流跟劍塔 那還好我會爆的很慘 可能死個幾村 不是幾村的問題 是死很多村耶 Cloud這邊充分數只剩下31村 OKOK 右邊整個護撞 Z40 現在有點夾住了 有夾住的味道了 好這座弓兵卡在這個位置很麻煩 這座弓兵基本上不用理了 這邊可以轉個什麼 波傳器製造所投資車 雜丟就可以搞定了 那如果讓Cloud這邊上城堡時代 玩個投資車出來解的話 會浪費200木頭 所以直接用騎士砍也是一個 不差的選擇 好這邊想要再偷點村民 沒有偷到 死下一村 一隻弓兵 好下方又輪到天空熊被打了 天空熊這邊 有點復活 會不會就手盯上了 現在西坡 還有 伊索比亞 羅馬 全軍進攻這裡 那天空熊這一次防守 還可以喔 但是村民被收掉 僧侶被收掉兩隻 這兩台弓兵應該是要被衝爛了 好回頭打個一發 哇 哇 哇 呃 呃 這裡有圍死嗎 有 但是在外面撈雨的村民又被抓 好像有農跟沒農一樣 村民又校正回歸了 天空熊是 第一手臂阿 這邊工兵可能要趕快 顧一下 好 對方伊索比亞的工兵也過來了 完了 這裡要被射進去 就爆開 現在左右兩邊 都有大軍壓制 這裡補一個城鎮中心 在一起嗎 進來了 完了 D40要來救嗎 D40 現在兵正在路上 要遲遠過來有點困難 城鎮中心 98% 蓋好 射村 先射攻兵 OK 射掉了幾隻 哇 各種著火 OK D40想要來救 看看天空熊沒著火了 直接往對方家裡送 好 Cloud開始往馬札家裡進攻 竟然西脫海在封建時代 這裡也被Cloud打到生活法治理嗎 看起來有點像 但是他自己也不管家裡 我就是要往D40家裡封黃打 能脫掉一家是一家 天園開局 就是苗農的意思了 天園開局的木頭是很少的 很難開始回農 所以這邊進攻就是最好的防禦 但是這邊進攻久了 城堡落後 城堡時代落後 可能會有點繼續難進攻 該是時候 轉龍了吧 西脫 西脫拉了幾隻村民 到了後方 是要去這裡打鍊嗎 還是要開城市中心呢 算我是覺得到後方開會更好 或是這個地方 天紅熊這邊開始穩定陣局了 現在這邊開始可以守住自己家裡的內陣 特朗德這邊的騎士稍微稍微到了伊索比亞這邊 那伊索比亞這邊防守很優勢喔 他有自動免費升級長槍兵的效果 天紅熊這一坨攻兵 射到了羅馬這邊大量的村民了 還不錯不錯 這一波反炸了回去 這波反炸了回去 但是騎士要過來了 OK繼續給亞歷 避開 騎士過來 到這個房子 被逼 被逼了點掉房子 天紅熊很想要點 沒有空 完了要被包了 好沒可能騎士過來 來 往下走 再點掉一隻就不錯了 再收一隻騎士 OK 肯定 好看到上方 幫克朗德大量騎士 對戰羅馬騎士 西拓這邊的羅馬也在找機會亂竄 現在西拓村民只剩下25村阿 看來克朗德剛剛做了很多事情 好 好這一波再衝進來 西拓想要抱一箭之仇 阿你圖我村民 換我圖你村民 好騎士回救一下 好 左邊有DC你的駱駝 直擊羅馬後放經濟 但是騎士就在家裡防守 好 感覺TA巨戰隊有點回春 現在天空熊村民處有66村 但現在羅馬村民處最多的81村 伊索比亞現在只有50村而已 最近西拓 跟伊索比亞這兩位玩家 馬扎爾跟伊索比亞都被克朗德給打殘阿 克朗德蠻厲害的 剛剛好像Z40也有偷一些村民的樣子 那天空熊這邊就是極力防守開農 然後轉攻兵 繼續進攻 羅馬這邊 好再走過來 天空熊有彈到血喔 水色很準 好保牆後面的 好找到一隻 好繼續招 好後面還有一隻僧侶 再來一隻 再來一隻 轉一些槍兵 槍兵免費升級 控不過來 太忙了 對方騎士太多 摩羅馬打得不錯 硬上就對了 好打了一波 OK吃掉 再走 好 找到了 哇 魯馬直衝喔 會了吧 好西托轉了一些 肉馬跟槍兵想要守 但是頭車遲到一發 省失大量的 槍兵 OK 後面想要再補一個箭塔 想要繼續拖時間 這時候奴炮配上 騎士的克勞德 馬扎爾開始進攻 現在天空熊的目的 就是要趕快跟 羅馬繼續開戰下去 希望不能讓對方給農起來 但是羅馬最終還是農起來了 他農田就是傻的有夠多 已經升帝王時代了 前方這個金被控下來有點尷尬 天空熊的石頭還不夠 這個城鎮中心有機會嗎 沒機會了吧 95 97 98 8 被蓋起來 好噁 天空熊這邊再撤退一下 上方這裡又圖到了一些村民 克勞德這邊一直瘋狂在做事 右邊的箭塔終於搞定 西拓村民還是在25層 這個 這個 歐硬是 爆 強軍是 好像 出事了 現在 TAG戰隊 開始掌握了節奏 不然下方天空熊還是有點危險 夾不太住 OK 這邊硬點村民 強兵跟生女一直有帶出 但騎士無腦A 真的太強了 VC回弄之後 轉了一些騎士 來幫忙 青空熊 好這裡有拖工兵 好看這裡又擊殺到非常多村民 南尼爾村民處只剩下81村 好 這時候羅馬點了 鳳莊騎士 還有三級防 三級馬凱 待會再點下野戰軍 哇 騎士的產生速度超級快 好 西拓依舊沒有要回弄的意思 噢 克朗德這邊賺到了很多村民 哇 這個奴炮配騎士 瘋狂給對手壓力啊 但是現在 克朗德後面也是BBQ 被抓了一個漏洞進來 哇 被射掉了幾村 克朗德的村民處只剩下62村 村民處也不多 羅馬這邊 羅馬大國可能要堅強起來了 但是這裡有騎士溜了進來 羅馬有看到嗎 看到了 羅馬騎士依舊不錯 右邊的赤頭衝過來 碰餅一波 哇 哇 這裡天空熊 好像有機會耶 天空熊這邊只要夾住就好了 甚至可以不用升地龍時代 第四靈這邊上去之後 轉了一個重裝駱駝 應該就可以夾住囉 這邊夾住又有槍兵跟僧侶夾 有機會在家裏補魚跟城堡 好 這一坨駱駝 撞 夾掉了非常多的重裝騎士 第四靈升級 還有兩分半 好 這裡大量的騎士撞到了 工兵 一索比亞也是被弄到有點慘 但是帝龍時代也要升上去了 西托還在 曠野之中 捕魚打獵 還在封建時代 他很希望自己的隊友可以拿下天空熊 或是一索比亞 暗天空熊的反擊耐力實在太好 左邊克勞德呢 也把一索比亞 打到一個半死復活的狀態 但是克勞德這邊升級還沒升上去 這邊中午要騎士 解掉這坨奴炮了 等級到這坨奴炮的話 一索比亞就能自保 好一索比亞這邊也不用自保 強奴三級射化學 把自己的強奴升到最強狀態 這一波 TG 有機會嗎 這邊騎士看一下 中間的馬薩爾 三台巨頭過來 準備要拆除天空熊的家裡了 天空熊這邊直接轉手為攻 手撕對方羅馬城鎮中心 好多 到處都在開戰 好滿好滿 好滿 雄熊在後面補了一個防線寶 防線寶 防手對方的劇情頭11 差太快 OK OK這時候 Z40點下重裝騎士 還有重裝駱駝升級 好這時候羅馬充速開始下降囉 騎士感覺有點夾不太住 重裝駱駝還有10秒 好這裡把前線的設計場滴掉 讓這裡可以直接衝鋒後方的弩炮 加上強奴 這個強奴應該是跑不掉了 哇天空熊出了一個衝車頂掉了巨頭 哇這個巨頭很賺 好右邊還有兩隻騎士在抓馬薩爾的村民 天空熊也會轉出了一些彎道勇士 巨頭這些超兵營效果其實還不錯 哇這一場打的實在是不分上下 最後丹尼爾跟伊索比亞馬薩爾 全部打出了GG 哇恭喜TAG戰隊拿下這場比賽勝利 哇最後天空熊終於夾住了 大家看一下經濟喔 經濟是羅馬拿到第一 KD方面則是Z40拿到1.81的KD值 那Z40這場打的真的是非常漂亮喔 夾住了兩邊的前期快攻 而且後面轉出精氣 拯救了天空熊 那天空熊這邊則是努力夾住了 然後轉出了大量槍兵跟僧侶工兵 扛住了羅馬的進攻 那這邊進攻扛住之後 羅馬這邊雖然有努力在攻城 但是沒有辦法一舉拿下天空熊 因為Z40這邊也農起來了 那西托這邊的戰術呢 算是天原開局喔 快攻雖然是非常有威力 但最後呢 三家的夾線能力夾的實在是太好了 克勞德這邊也是重創了丹尼爾的經濟 還有這邊伊索比亞的經濟 那也可以說是 克勞德這邊只是一次弄爆兩家 那Z40跟天空熊就專屬對付羅馬 才可以順利拿下遊戲喔 所以克勞德這一場 表現實在是非常關鍵喔 雖然他自己也是一直被夾攻喔 但是他是邊打邊進攻喔 真不愧是我們台灣教練 克勞德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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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